這些傳言在韓市長在選高雄市長的時候就有 那要選總統當然一定會被更高強度的檢視 包括因為韓市長他談過他以前年少輕狂花天酒地 那其實歷屆要參選總統的人如果有花天酒地的過往 被拉出來檢驗我想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韓市長他要怎麼樣去面對或是說解決 包括他講說他已經反省過17年等等的 那就看說民眾買不買蛋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這些負面的攻擊看起來都沒有效 因為對韓國瑜來講桃社跟所謂的黑資料都跟市政無關 那坦白講對一個高雄市長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在市政 你說他以前怎麼樣做了多少壞事 那個對婦女選票如果證實為真的話 對婦女選票也許有一些影響 可是真正的關鍵還是你現任是高雄市長 你在高雄市長的任內有沒有表現不好的地方 有沒有所謂黑資料裡面所指控的事情 但如果沒有的話那指控的人要拿出更明確的證據 才能打破他的家庭價值或者是道德防線 但目前看起來這個效果恐怕不太好 所以這一波的攻擊恐怕是無效的 以最近的整個爆料情況來看 你會發現比方說最近在講說韓國瑜到某王姓女子家 晚上過夜去打麻將 這是從檢調那邊出來 拜託國民黨現在執政嗎 檢調放出來的東西基本上會是國民黨拿得到的東西嗎 檢調是誰在主導檢調放出這些東西 不是國家機器嗎 賴清德都認證了有國家機器介入選舉 那這個時候你今天還要把所有賬算給國民黨 我覺得公道嗎 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些一天到晚說是國民黨黨內黑寒 我說真的拿出證據來 誰黑寒大家用石頭把它砸死 這樣就好了 到底誰去放這些風聲消息 不要再重這些分化之計 每天是一天到晚刀口往內打 然後我看了我自己都非常火大 真是夠了 只要跟韓市長有關的一定會有網路聲量 那原本早先是只有韓粉的聲音 因為如果任何人講到韓國瑜的不適 那都會被韓粉出征會被攻擊 但是這一兩個月以來 隨著韓市長的民調似乎有下滑的趨勢 也有出現一群新的叫做韓黑 那這一群韓黑呢 就是你如果在電視上面 然後幫韓市長辯護的話 他也會群起來攻擊你 所以現在變成是說原本只有韓粉 支持韓粉會有聲量 那現在是如果你討厭韓國瑜 你批評韓國瑜 攻擊韓國瑜也會有聲量 所以使得韓粉派跟韓黑派 現在變成一個大亂鬥的局面 即使綠營捧韓也有高聲量 那但現在的問題反而是 你是藍營 你是不是能夠捧韓 這反而變成一個很大的挑戰 所以接下來這段時間 我們會慢慢看到 韓流的退燒 可能不只在正負聲量上面 而是他的新聞點會持續的減少 因為大概幾乎所有能講的東西 都講過了 市證啦 然後這個粉色相關的資料 或是黑色的資料 大概都講過的時候 韓國瑜自己要考量的是 我能不能創造出更多的話題 七個月很快就退潮了 這個對韓國瑜其實是不利的 謝謝